大家好,我是東京走路橋的鮑勃 三走線東京都一條主要的公眾運輸動脈 每週使用走人數約三千萬人次左右 總路線長度34.5公里 總共有30個車站 路線經過了東京幾個主要商業辦公區域 也是旅客來東京觀光旅遊常使用的路線 大車站像新宿 或池袋 每天都有好幾十萬個人使用 比較小的車站像Tabata 或Komagome 一天大概只有四五萬人使用 但無論使用的人數多寡 每一個三走線上的車站 都有大大小小的景點或餐廳 而每一站都值得拜訪一下 我們這次的計畫就是三走線的三個車站 主要介紹車站周邊的一些特色景點跟餐廳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位於平川區的暮黑站 每天使用這個車站的人數大約十萬人左右 車站附近住宅相伴林立 一下車可能看起來沒有什麼景點 但其實可以看的地方不少喔 東京都庭園美術館 這裡距離暮黑車站大概走路七分鐘左右 建築本身於1933年建造完成 1950年至1974年間為國家營賓館 建築外觀非常的簡潔 其設計風格是吸收法式的Art Deco風格 配合上日本自古以來的精湛工匠技藝 建築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品 建築內部當然也充滿濃濃的法式風格 總共有38個區域可以參觀 建議慢慢品味美間房的設計 參觀完進竹內外後 還可以拜訪草坪庭園 日本庭園 以及西式庭園 帶小朋友來這邊走走真的還滿不錯的 暮黑雅序園 這裡離車站走路約四分鐘 相信很多人對雅序園這個名字應該不陌生 對鮑布來說就是一個住不起 但是可以為了建築本身而參觀的一個飯店 飯店本身就是個藝術 然後最推薦的是百段階段 是東京都指定遊戲文化財 雖然稱作百段階段 但實際上只有99個樓梯 為什麼只有99個樓梯 原因眾說紛紜 這99個樓梯總共連接7個房間 每走幾個樓梯就可以進到一個房間 鮑布覺得有點像玩電動闖關的感覺 這7個不同的房間充滿不同的名畫或設計 我就不一一介紹 但絕對值得拜訪 大園寺 這裡也是陌黑可以參觀的小小景點 離車站走路兩分鐘左右 可以觀賞壯觀的五百羅漢石佛群 餐廳的部分我介紹車站附近CP值超高的炸豬排百名店 價位大概落在1000日幣到1800日幣左右 簡單來說有點像是上野名店山家的感覺 肉非常的柔軟而且切得很厚 大約兩公分左右 配上特製的豬排醬真不愧是百名店啊 木白 我們從木黑來到了木白 這裡站位於池袋附近的豐島區 每天使用人數大概四萬人 是一個知名的文教區域 最知名的學校是貴族學校學習院大學 木白庭園 這裡距離車站走路大概五分鐘 是一個可以免費入場的小小日式庭園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是一個吃旋或有式的日本庭園 繞著持著樹蔭步道走 還可以發現小小的瀑布 以及茶室 非常的典雅 自由學園 明日館 這裡館內不能拍影片 我就用照片介紹 這裡大概位於池袋跟木白的中間 可以當去玩木白庭園的下一站 這建築本身是一個日本中華文化財 是由設計過幾個世界遺產的建築大師 法蘭克·洛伊萊特 與遠藤星 於1922年建立完成 設計的特色就是以剪輯為主 但仔細觀賞會發現窗戶 椅子等等的細節都精心設計過 喜歡建築的朋友一定要來看看 木白 這家鮑冰百明店絕對不能小看 它的特色就是鮑冰疊得高高的 看起來快要倒下來 冰吃起來真的非常的綿 感覺切得非常的細緻 鮑不甜的貝茶口味的鮑冰 將煉乳以及茶香配合得完美 吃到一半的時候還發現的貝茶果凍 真的小小驚喜一下 簡單但好吃 巡香亭 這家日式洋食百明店 就開在木白的車站旁邊 不但是百明店也出現在米其林指南中 店的位置不會擠 而且非常的乾淨整潔 包不點4300日幣的和牛牛排套餐 價格合理 沙拉、麵包、跟湯一點都不馬虎 和牛也見得恰到好處 吃這餐絕對不會失望 神田 這裡位於千代田區 很靠近秋葉原 每天使用的人數大概10萬人左右 一出車站就可以看到商店街 大家可以在這裡走走逛逛 這裡有許多超高CP值或好吃的餐廳 就讓包博推演幾家吧 香川一福 雖然叫做香川一福 但這家讚奇烏龍麵的本店就涉於神田 也是2020年的全日本烏龍麵百明店 烏龍麵十分的Q彈好入口 非常的清爽 閒止吃麵太單調的話 還可以多點一些炸物 增加餐點的豐富度 蛋包飯 Loup de Mer 這家日式養食百明店最厲害的菜單就是蛋包飯 也是包博人生吃過最好吃的蛋包飯 蛋吃起來非常非常的絲滑 加上番茄醬炒過的白飯 以及濃厚的燴飯醬汁 吃起來十分的具有層次感 另外牛肉也燉得十分入味 好好吃啊 這家蕎麥麵店開業於明治二年 非常的老字號 在Tabellogu有3.79的好評 是蕎麥麵的名店 整個店內氣氛就十分的日式 光是氣氛就可以吸引人進店了 包博點的Temori 是當店的原創 沾醬你直接加一大塊炸蝦天婦羅 讓蕎麵麵吃起來有種海鮮的味道 好吃 神田 Matsuya 我們再來介紹一家蕎麥名店 這家開業於明治十七年 也是老字號 也是3.79分 週末的時候排隊人長非常多 特色是只能使用磁層線 以及被來到了蕎麥 手打做出來的蕎麥麵 一定要自己去體會才知道好吃 KIKUKAWA神田店 這家蕎麥飯店與昭和二十二年開店 又是老字號 使用產地直送的蕎麥 然後當天處理 淋在蕎麥上的醬汁 不使用砂糖跟味醂 使用的是蜂蜜 吃起來有種自然的甜味 神田博刺希爾 剛剛介紹這麼多正餐 想喝一杯咖啡嗎? 神田博刺希爾的店內裝潢 有種古早味風格 咖啡也是BARISTA 用專業的方式沖泡了成的喔 鬼晶棒 這家拉麵店相信很多人 都已經就樣大名了 因為在台灣也有開店 大家想吃吃看本店的風味嗎? 那就來神田的本店 跟著大家排隊吃他知名的 KALASPI的拉麵或沾麵吧 七條 神田的最後一家餐廳 是陽師百名店七條 店裡看起來好像很普通 但不要小看廚師的手藝 這家店也連續三年上過米其林指南喔 午餐的價位落到1000-1500日幣左右 非常的高CP值 包補點的炸物平板看起來很油膩 但是因為麵衣很薄 所以吃起來意外的清爽 然後料理使用的非常實在 一定要來試試 以上就是這次山手線的三個車站的介紹囉 看完之後會不會想要花一點時間 探索這些車站呢? 如果喜歡東京走橋的影片 也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是Like我們的FB粉絲團 或是Follow東京的Instagram帳號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